路西亞聯邦最高歡迎 十一月三十參關 認定LGBT 德文性別族群是極端分數 意思就是說認定這個族群的組織 推薦的運動 在路西亞的境內都是違法的 歐羅斯聯邦最高歡迎 十一月三十八聽政會 沒有對話公開 只跟記者的黨在記者裡面聽 歡迎說 比國沒沒人到 由於司法部提出統計 照這項聽政會 歡迎的三法代表 贊成司法部的要求 雖然國際LGBT社會運動 其實並沒有存在 但是LGBT作為 以後若是有涉及到病款電話當 可能都會被代表起手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合約國羅斯 立憲會度不同 含罪人權捍衛港作者 及其是LGBT民眾的法律 最近這幾年 國羅斯的LGBT作文 選手來自當局越來越多壓力 李公一三年通過一項法律 禁止向美生的人選團 與團統性關係 李公二峰年 五國也受到現犯 明定婚姻關係是一人一路所造成 保定動性婚姻的合作性 在今年相關的犯罪更大到 十五年兩旦 預關LGBT的內容 已經對主、電影、廣告 和電視節目中提到 總統普廷登記以來 一直想要選團 五路主席 團統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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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